我们并不是因为身体受损或身体有意外 身体受伤才会有慢性疼痛出现 一个专研究创伤和抑郁症的心理专家 他提出原来我们的身体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受过内在情绪的创伤 而出现慢性疼痛 我举个例子 我有个个例子 他小时候是被父母虐待的 因为他小时候身体内 和心灵上受的创伤 令他长大了 即使他整个身体 其实并没有任何大的疾病 可能会有一些工作上少少的肩头痛 又或者是一些肌肉的脑损感 但他长期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偏头痛 和颈背痛 其实我们的头痛 很多时候就是呈现到我们生活里面 或者心里面有一些很重大的压力 想不通的东西 又或者是很繁补的东西 而我们的颈背痛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些繁补的东西 或者我们内在的内疚感 令到我们的颈颈持续地有一种压迫感 所以令到我们有一种辛苦 甚至疼痛的出现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伤口的话 很可能这些伤口 这些未能够处理的情绪 会造成我们一种心的压力 令到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慢性的疼痛 外安静 希望这段视频可以帮到你 找出痛点正宗疗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